夏天天气燥热,人们为了快速降温,猛喝冰冻饮料,水等,容易冻坏了,到这位病出现或复发。 此外,有人睡觉时吹空调,不盖被子,也容易使肠胃受凉。 在夏季要注意调理肠胃,养护肠胃,肠胃不好的人,夏季晚上千万别做这三件事。 太伤胃,一,晚上少吃辛辣,胃不好的人晚上要选择温和的食物食用,辣椒,大蒜的鲜辣食物,能少吃则少吃。 既然感觉到胃不舒服,就不要想求,真的没必要跟自己的胃较劲。 二,晚上吃得太饱,晚上吃得太饱容易让胃进行超负荷的紧张工作,不仅影响了睡眠,而且还会让人变得肥胖。 长期这样吃下去,自然就会伤胃了。 三,睡觉不盖被子,胃对外的气候和温度很敏感。 很多人因为天气炎热,晚上睡觉不爱盖被子。 当人体受到冷空气刺激后,胃不容易发生静乱性收缩,从而引发胃通,消化不良,呕吐,不屑等症状。 胃食冷饮,良性的瓜果都会影响微肠的功能,为避免下肌胃病的发生。 四个养胃习惯要做到。 一,三餐规律,多吃养胃早餐。 不规律的饮食对胃的伤害是极大的,也是万万不可取的。 因此,大家要养成规律饮食的习惯,同时,要多吃养胃早餐。 恰马骨造餐粉,是维吾尔族人常用的养胃食养方法。 主料,恰马骨,猴头菇,鸡松茸,小米,灰树花,辅料,黑芝麻,糙米,燕麦,苦荞麦,高粱,黑米,玉米,麦黑,鹰嘴豆,黑豆,红豆,绿豆,白扁豆,豌豆,马铃薯粉,干薯粉, 母鱼,梨麦,核桃,饼桃圆,南瓜籽,木耳,银耳,香菇,海大牙,山奥,紫薯,红枣,枸杞,桑葱,胡萝卜,苹果,南瓜粉,碱石,麦苗,罗汉果,做法。 一将这些食材准备齐全,细静厚厚的感,二将这些食材放入扑壁机打磨熊粉稳,当然打磨得越细越好。 这样才能释放食材深层的营养物质。 三将粉分量量后装挂蜜蜂,每次吃的时候取30克左右,用开水冲条食用即可,坚持一段时间,对为不适的人会有明显改善。 二,注意局部保暖,使用空调,温度控制在27度左右为宜,室内比室外低3到5度为佳。 三,睡熟以后,腹部要盖以薄贝或毯子,并避免空调出风口直接对着身体。 三,平时多运动,运动能加速血液循环,促进细胞的新肠代谢,同样也能促进胃细胞的新肠代谢。 四,平时要注意运动锻炼养胃,如饭后散散步,站立等。 四,保持愉悦心情。 当一个胃气的时候,或者情绪非常不稳定的时候,就会感觉胃胀,吃不下东西。 这是因为情绪波动会在大脑皮层功能失调,而影响肠胃蠕动,所以就吃不下饭,不思饮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